人員在神上面受困 模擬救災狀況 訓練救護技巧 这是消防局特搜队员的日常 救援会利用绳索去做拯救 借着绳索往上攀 把人救下来 即使是训练也丝毫不马虎 他是陈哲伟 队员眼中认真尽责 值得信任的好伙伴 我们当时为了救一位 受困在透天住宅的女性 那哲伟跟我配合 然后也就是因为她 所以说才让我们在救灾上 救灾上不会有生命危险 整个队的气氛 也会因为她而开开心心的 投身消防行列 在八八风灾救灾行动中 深刻感受无常 高雄市成立特搜中队 她加入特搜 不管是山难 高雄气暴 0206围观大楼的抢救 都有她付出的身影 每次任务都是内心的纠结 但想起意外往生的母亲 她坚持下去 发生车祸的同时 那我发现到我自己身为消防队友 却没有办法去拯救我自己的母亲 所以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必须要在我未来的 消防的工作的深埃 然后尽我最大的力量 去完成各个的拯救 陈正伟的优异表现 让她获得全国消防凯模凤凰奖 她感谢团队一起成就 也要把奖项献给天上的母亲 大家许会看 陈正瑞萍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